慢慢慢慢 對 通常我們講肌體動脈是一條 可是它下面是兩條脊椎動脈合成一條 其中一個脊椎動脈有供應的話 其實都還好 它脊椎動脈一條是 那另外一條是玻璃 從脊椎動脈一直撥到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自駕的時候 是從下面一直加上去 可能日積夜的一些不良的動作 照著它慢慢裂開 對 還好就是我們放自駕的手術從 應該做了快六個小時 它在一個月之後有出源 那出源就是可以走得回去 其實暈眩的部分 事實上就是大致上我們會區分為 是周邊性的暈眩或是中樞性的暈眩 那中樞性的暈眩 我們當然就是交給神經內科在處理 那周邊性的暈眩 事實上很多部分都是我們兒童科在處理 那有一個講一個案例就是 我以前有遇到一個年輕的男性 就是車禍非常嚴重 撞得很慘 然後所有東西都救回來了 開始裡面捲地轉 就開始頭暈 那時候因為注意力師比較勇敢一點 所以說 我就把它做了一個食腹味素 食腹味素做完之後 它馬上就不會再頭暈了 內耳的那個裡頭有一些小小的 小碎石頭 它在那邊飄動飄離 它原本應該有個位置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一個暈眩的症狀 事實上我們如果吃藥 不管它大概控制一下 大概慢慢大概三四個禮拜 它慢慢也會吸附在旁邊 它就不會再飄動 就不會再造成暈眩 但是我們如果要快一點的話 當然就做一個食腹味素 但是就是說 我那一個案例是 因為我做了食腹味素之後 把它轉回來運氣不錯 但是後來學長告訴我說 因為有些時候 它頸椎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一轉的時候 就會有風險 之前我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就有發現我有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我那時候 跟朋友要去吃午餐 那就走在路上 也沒有心情不好 或什麼就開心地聊天 結果我就 大概三秒鐘的時間 然後再站起來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人已經在地上 然後呈現有點就是這樣子 偏一個風向 就幾乎就要倒地了 倒下去 不省人事 對 沒有到不省人事 可是就是大概有三到五秒 眼睛是完全看不到的 然後耳朵其實也聽不到 因為同學說 他們有一直叫我 可是我都沒有回他們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有一點嚴重 我就去醫院就醫 那一開始 那個醫生看的症狀是說 是內耳平衡失調 那因為這個症狀好像 也不用太長地去就醫 所以我就算了 就知道自己有這個症狀 那就把它擺在那邊 就不繼續處理它了 那後來呢 就是因為我常出外景 所以我其實還滿容易摔到腦袋的 可是每一次摔到腦袋 你那個都不是故意的嗎 五一四個狀態 每次玩遊戲 就聽到地板的頭跟它的地板 因為我們站的地板 會有聲音 對 你不要為了做效果做成這樣 原來你是沒辦法控制的 沒有 那沒有辦法控制 因為我每一次摔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腦袋就是 差點以為要破掉 就像西瓜到地板上 對 聽起來很恐怖 然後最近我就發現不太對勁 我以為是因為節目 常常摔到的腦震盪 前一陣子大概是一個月前吧 我就每天吐 連續吐了三天四天 但是眩暈是 大概是第三天第四天 開始跟著就是眩暈這樣子 可是我不對 一直吐一直吐 有一次上節目的 前一分鐘我還在吐 吐完之後去上節目 然後我整個人是 就是看著鏡頭 然後眼睛都不能動 就是一點點動都不能 然後那時候玉琳哥 站在我左邊 站在我左邊 然後他就說 蔡小姐你是怎樣 落枕喔這樣 我就說不是我 我不是只有頭不能動 我是連眼睛一動我就會吐 然後我那時候一下節目 我想說事態不對勁 你如果當時吐 我們也覺得 哇 最近練了好不好 對 現在想到 怎麼這樣子都吐 太厲害了 不是 還可以控制的 然後我就想說完蛋了 這事情有點大條 我就立刻下節目 立刻去急診室 到急診室也是在等待的時候 就一直吐 一直暈 然後醫生就說 不然你躺下來好了 我說不要 我不可以躺下 躺了更不舒服 然後他說那你站起來 我說站起來也不舒服 他說那你到底要怎樣 掉起來 掉起來比較好 他就說 他就給我打一針那個 止吐的嘛 對 然後給我打完止吐之後 就去做那個電腦斷層 但電腦斷層也沒有發現什麼 所以他就判定我是 可是因為我剛剛聽到那個 陳醫師 陳龍醫師講的 那個事情 其實我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我大概一年前去 也是因為頭的狀況 去做檢查 然後其實我的那個 小幹 那個叫什麼 腦幹 對 腦幹 那邊也是 你也可以叫小幹 沒問題 他的小名 就是腦幹那邊的血管 醫生也是說 就是很容易中風 因為太細了 所以我就在想 剛剛才聯想到說 會不會 眩暈也是跟 我可能腦 那個血管態系有關係 這個是有可能 有可能 這個是有可能 我想還是要去做檢查 可是 如果跟你第一次發作 你說就是吃飯吃到那邊 倒下去 這個是不是跟這個 血管態系 其實因果關係 我們還要再去 進一步檢查 因為有一種暈眩 我們是講說 是類似 或者 所謂的我們講的 神經科講的智力神經就是 我們知道我們的血管 會有收收 會放鬆 心跳會快 會慢 當你的血管的收收的速度 配合不上 你的那個 心臟收收的速度的時候 舉個例子 你蹲久了之後 有些人站起來都不會有事 有人上廁所起來 對 有些人 其實一起來就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要起來的時候 你的血 要馬上衝到腦部的時候 因為你的血擠在腳那邊 你的腳的血管 沒有辦法馬上的收收 沒有辦法馬上收收 你的心臟 就沒有足夠的血量 心臟沒有足夠的血量 你會覺得胸悶 蹦蹦蹦蹦 蹦到一個程度 不夠 腦部血不夠用 他就眼前一黑 倒下去 很快 幾秒鐘裡馬上醒過來 因為倒下去的時候 心跳 血管就馬上回去了 他們比較昏絕 可是我看他是有在運動的人 自律神經功能 就是血管的協調那些 有運動真的有差 國外很多的研究也是說 你有運動的話 這個功能真的會改善 對 那時候醫生判定我是眩暈 是因為他有問我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平常有沒有耳鳴 那其實我從 我有記憶以來 我耳朵就一直是這樣 的狀態 那其實那天去急診之後 醫生也有提醒我要 去做這個檢查 因為他說有點嚴重 因為其實 一般人是沒有耳鳴的狀態 所以 但我還沒有去檢查 就是 只是說 只是說因為他 他判定我眩暈 應該是跟耳鳴 有很大的關係 那那個醫生當初問你說 會不會有耳鳴 會不會跟你的暈眩有關係 是因為他是要怕 是不是 梅尼爾失症 梅尼爾失症 他是一個 內耳淋巴藝的水腫 他是一個 反覆發作的疾病 所以他不會每次 第一次發作就診斷 那他發作之前 耳朵會悶 會脹會耳鳴 通常是單側 悶脹耳鳴 然後就開始天旋地轉 那我們所謂暈眩 大部分是所謂天旋地轉 是說整個天花板都在轉 你根本不知道地板在哪裡 所以你站起來一定跌倒 我自己暈過兩次 所以我知道 代謝性疾病 病態性肥胖 相關的一些疾病 包括高血脂 高血壓糖尿病 這些其實都會容易 造成眩暈的狀況 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 30多歲的一個房屋仲介 之前算是他們 店裡的那個王牌 那後來呢 突然間就覺得 每次就會找理由 請別的同事 帶客戶去看房子 只要沒辦法 那然後呢 自己就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常常偷偷跑急診 因為本來是店裡的王牌 也不敢跟人家講說 太多事情 那可是每次去急診呢 很多檢查都很正常 那後來就是怎麼樣 都檢查不出來 可是暈 那後來就懷疑 是不是有代謝疾病 就到我們這個門診來做檢查 那他的BMI只是30億 還沒到真正的病態性肥胖 但是是屬於體重過重的族群 但是一般他抽 他的三酸甘油脂到達1000多 那一般如果三酸甘油脂 長期到達1000多的時候呢 所有心血管都會容易有問題 而且眩暈的症狀會變得很厲害 那後來就是幫他做了一個 所謂的衛繞道手術 讓他的這個血脂下降 那手術後 才剛手術完一個月 他就覺得他眩暈大幅改善 那到三個月回診的時候 就已經完全沒有了 所以這是由高血脂造成的一個 眩暈的一個情形 那第二個案例呢 是一個20出頭的一個年輕人 也是屬於非常壯作的 那他是屬於一個貨運搬運的這個 比較勞動工作的人 那以他的體型 眩暈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你看到路上走一個壯漢這樣子 他會跟你說他常常暈那是很奇怪的 那但是他就是前面的一兩年 工作狀況都不錯 後來也是眩暈發作得越來越厲害 然後有時候會伴隨那種很特殊的噁心感 到我們門診去做一個抽血的一個檢查 就發現他的糖尿病指數 正常人應該要6 可是他高達10點多 也就是說他很年輕 就有重度糖尿病 而且他自己完全不曉得要去吃藥控制 所以就造成有這種眩暈的這個情形 那經由這個減重代謝手術之後 現在也恢復正常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那個眩暈 就跟我們一開始講的腹脂脹氣是一樣的意思 他常常像我們剛才講說眩暈 講說耳朵跟頭 其實跟肚子脹氣一樣 有很多的眩暈 根本就不是耳朵出毛病 或是頭出毛病 有很多肚子脹氣 根本就不是你的腸子出毛病 是其他地方出毛病 暈眩就是這樣 所以暈眩很容易被人家忽略 所以來說長期的暈眩 你還是要來找專門醫師來看看 因為我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是到我這邊追蹤脂肪肝的病人 他那時候第一句話就說 我看完整眼看 我覺得他根本還不錯 他就跟我說 江醫師可不可以幫我開一點頭暈的藥 我說你要 頭暈 我說你要開哪一種 他說 你不是看得到那個外面的病例嗎 他說就是外面醫生開給我那一種 我覺得還蠻有效的 可不可以再開個兩個禮拜給我這樣子 我說 暈眩很久之前什麼都沒有講 他說有啊 最近這半年都很常在頭暈 我說你有看醫生 他說有 所以外面那個加醫科診所有看 耳鼻歐科診所在半年前有檢查過一次 他也說他耳朵沒有問題 然後他們給那個藥 他也覺得還可以 就是症狀會改善一半以上 所以他就覺得還可以 他說這個暈眩也不是說每天都有 我說講話講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眼白有點白 我說不會是貧血吧 因為當你血紅素不足的時候 你罐流不足的時候 你當然也會頭暈 我就問他說 那你的月經來的時候 那個有沒有都很多血 他說沒有啊 月經超正常 他就問他說那你大便 有沒有痔瘡那些 有沒有痔瘡那些 他說不知道也不是很明顯 有時候有點黑 但是也不曉得是吃東西的關係 我就開始點他的兵力 我說你去年好像有做過大腸鏡 他說對啊 他說去年八月的時候做過 那時候大腸鏡整個都很正常 我就說沒關係 那我還是幫你抽個血好了 因為搞不好看錯 搞不好他天生眼白就很白 我就給他抽個血紅素 但是我要去幫他驗了個大便 結果抽出來血紅素是6 那個大便裡面真的有血流反應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血哪裡來的 我就說那我們再做一個 電腦斷層好不好 就一照的時候 他現在在小腸有個7公分的腫瘤 他根本就是一個小腸腫瘤 那個流血破在裡面 慢慢...生出來 長期像慢性的 到時候他血紅素一直在掉 掉的時候慢慢就開始感覺頭暈 對 不過他運氣還不錯 他頭暈有到處講 然後被我們發現的時候 最後有檢查出來 找到一個想像中的 我就跟他講說如果 你都沒有告訴我 我們就是拿頭暈藥給你吃的話 再過幾個月 你搞不好是整個肚子都死了 就爛掉了 對 就整個爛掉了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